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如這個圖 這個AB兩點之間,如一個湖泊 那為了求A跟B,A跟B之間的距離 我們先找到一點C 兩格Ca是60 那CD是等於24 CD就是24 再做第一平行AB 第一平行AB 並使什麼呢 CEV三點在一條直線上 並兩格D 這個是32 那麼他們說A跟B的距離多少 那因為這兩個平行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那像是對應變成比例 就是說這個 比上這個 就是60 比上24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 這個 這個 60比上24 會等於AB 他比上多少呢 比上D1 那D1的話呢 它說D1是32 這個我畫錯了 不是這裡啦 他說D1等於32 就量這邊才有效 量這邊沒有效 所以的話D1它是32 這是32 題目跌 那這樣我都可以算出AB 那這樣我都可以算出AB來 這個1-12 1-12的話呢 這是5 12乘以5是60 那這1-212 2612 所以AB等於多少 等於5乘以16 這是80 所以AB長路是80 所以這一點應該要選B 所以AB長路是80